這個OBS各位安裝完成之後呢 你按Finish 它就開始打開了 那它有中文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那如果你是蘋果咬一口的 它也有Mac版 不過它的Mac版的那個中文翻譯啊 就比較像簡體中文的 就沒有像Windows版這邊 那有新版本沒關係 我就略過就好了 好 那它問你需不需要這個 有沒有精靈 你跟它講不用 因為現在老師在現場 好嗎 OK 這樣就好了 OK 那你就進到它的畫面了 那這個軟體其實 蠻不錯的是在說 第一個它免費 第二個你要用 現在等於說 我們要用這樣的技術來做 錄影也是很方便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右下角這邊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串流跟錄製 如果你已經想開了 你就按串流 你就直播了 這樣了解 那錄製是只錄在我的電腦裡面而已 OK 所以像這樣子 那裡面有些內容 各位不要懷疑 你現在真的是導播 你有不同的場景 有不同的來源 這個場景就好像 有些人同學也許有去參加過那個電視節目錄影 他們都有一捧一捧的有沒有 比如說錄什麼節目 它就有一個固定的場景 那這個就類似這樣的概念 比如說我今天錄哪一個節目 那裡面需要哪些圖層 哪些道具就在這邊 影片就在這邊準備好 就在這邊準備好 所以以後你就是要當導演了 那我們呢 為了方便各位練習 所以你在這裡 下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虛擬攝影門練習素材 你點開 可以進到我的雲端硬碟裡面 這裡 裡面我已經幫大家準備好的一些背景圖 然後呢 還有一些透明圖打 那麼藍綠幕的影片 如果今天我們來不及拍 這裡面你也可以下載下來用 也可以下載下來用 所以你可以先找一個你喜歡的 當然你上網找也可以 像我們就是有氣象的 也可以找 我記得我們學校的我也都有準備 我有放一個 我看一下 沒有放在這裡 哈哈 好 所以你就看你要哪一個 比如說像我最近 我有用這個 我就把它下載下來 OK 這樣一個了 那你再去找一些 像這個透明的 我有準備獎桌 好 你如果要可以 最近 他去年 完了就失業了 我們也把它下載下來 那這個好了之後呢 你可以把它看一下 他預設會放在哪裡 是放在這個下載這個位置 好放在這邊 那你要怎麼拿進去 那你要怎麼拿進去 最簡單的方法 看著他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 蛤 這樣比較人性化不好嗎 我都沒有用開啟救檔的 這樣比較好嗎 怎麼弄 如果你不要這樣 你就看著他 這裡丟進來 這樣可以吧 那我只是拿到下面再放上來 意思一樣 丟進來 是不是就進來了 那麼這裡有所謂的圖程順序 這個 你可以上下調整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應該不難 那麼一進來之後 其實因為我的場景 我準備比較大 我真正的場景是這樣子 你可以到這邊變形 這張圖片我比較大 我把它縮放到螢幕大小 有沒有 我真正是1920x1080的 可是我們這邊 現在沒有那麼大 現在沒有那麼大 所以就會稍微 比例也不大對 沒關係我把它 拉伸一下好了 這樣還可以接受 那我這邊 我就可以收起來了 我這邊就先不要預覽了 因為我要進來裡面了 可以嗎 可以變身了嗎 找這裡 你看一下 有沒有一個叫視訊擷取裝置 按一下 確定 這樣 我有進來了嗎 進來了對不對 好 OK 但是呢 來先安排一下 桌子 要放在上面 所以我就把 視訊 放在講台的後面 你看我有做倒影 但是比例不大對不對 沒關係 好來拉高 後面 後面 這樣 可以 好 但是重點是 我要把後面這個 對不對 弄掉 所以 我就要來這邊 坐一下啦 平常上課 我是不會做的齁 可是 很難得 我只要上這種課 我都可以坐著上課 哈哈 來 我就只好 拉到前面來 這個太高了 哇 人太矮對不對 好 那 我只好 後退一點點了 這個是還 不夠 OK了 那我這樣子沒關係 上面留點 只要我人能夠在這個範圍裡面就好 我就來這邊告訴他 我的視訊 我要做一個濾鏡 其實我們現在做的這個動作 在一般的剪接軟體面都可以做 只不過 現在 軟體比較進步 我現在做的叫做即時的 跟我們真正那個電視台做的是一樣的事情 以前要做這個就是你要設備投資要比較大 那你看我找特效濾鏡這邊 有沒有下面有一個加號 這個 我就來這裡按一下 有沒有一個叫做 色度鍵 這個 確定 這樣子 我稍微放旁邊一下 這樣有看到了嗎 這樣會太快嗎 因為 預設是綠色的 有沒有 綠幕 然後呢 如果你覺得不夠 我就稍微再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那這個平滑度 也可以調一下 這樣 對不對 好 那這個異色的話呢 就是會接近原來的顏色 或者你要變黑白 好 那我調好了 可是 你知道 上面不OK 對吧 所以 我把它稍微裁切一下 各位 我們現在可以 進入虛擬陣盆 一起來玩了嗎 有沒有簡單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現在錄上那麼多網紅了嗎 因為網紅你都不認識的啊 對不對 所以 現在設備上來說 要做這個 真的變得很簡單 那如果我按下開始錄製 真的 就開始錄下來了 那這個錄製呢 會不會包括我下面這些內容 當然不會 只有我上面這些 好 所以 如果說我OK了 我停止 它就 錄完了 檔案就可以看了 檔案就可以看了 那這是 我們這一套軟體 比較好玩的 那麼它呢 也可以怎麼樣 我先 好沒關係我繼續錄 我這個地方 如果你想要抓網頁的內容也可以喔 比如說各位可能也有聽過那個 叫做 Windy TY 這個有一個氣象的 有沒有看過這個 有吧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報導一下 好 我們就請他 找一下這個位置啊 那我就把這網址複製起來 我可以在這個裡面 告訴他我要有一個網頁 他的網址在這裡 這個尺寸 應該這邊解析度 可能是這個 好 確定 有沒有進來了 這樣你知道氣象主播都怎麼爆了嗎 蛤 各位我們那個現在 已經進入到氣象時間了好嗎 還是大家現在要報導美食 我們再去找一下美食好不好 所以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像這樣子玩一下 好這裡關掉有沒有回來了 當然如果你有不同的場景 我也可以切換 也可以切換 這樣有沒有了解 什麼叫虛擬攝影棚 真的就你是當導播囉 導播 所以其實你只要把你這些的場景內容放好 你都可以玩 都可以玩 那我這樣錄也都很OK 那麼如果呢 你現在 因為我有多帶兩個 這樣 你看有沒有去背 兩個不是這個 是網路攝影機啦 這裡 有沒有 這兩台我順便跟各位介紹一下好了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用的話 有廣角的效果會比較好 這個是我們一般的 像我們這一排最前面 N023 教室前面都有一個 但是一般的你比較便宜的 都是沒有廣角的 所以那個抓下來的頭會比較大 拍的範圍比較小 好然後這個有廣角的當然就比較貴 因為一台 8 我看 8 這個是800 這是3000多 哈哈 好所以一台抵四台 好一台抵四台 所以這個 等一下呢 會給各位試試看看 那你如果手上還沒有拿到 也不要難過 因為我們剛剛在這裡面 你還記得 我裡面出了透明圖 這個有沒有藍綠幕影片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東西 下載下來 有煙 如果你想要被飛碟帶走 你可以用這個 也有瀑布 那也有其他的人的 比如說你要煙的 我就把這個下載下來 好一樣的 下載好了 我就找到這個地方 我還是用人性的 丟進來 有沒有綠幕的煙 一樣 找到濾鏡 做法都一樣 不是只有視訊可以這樣用 不是就是 圖片也可以 tightly 網路的攝影機也可以 射杜劍 好有淹的對不對 多一點點 好 你看 所以你知道拍片現場 不能放煙了嗎 哄哄哄哄 唷煙好大 你们要会演你不能这样 本来就是了不是吗 现在演员就是要这样 你们有看过阿凡达吗 阿凡达现在演员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后制要给你看什么 给你看这个 有没有 很多后制就是要搭配蓝木绿木 为什么因为我要去背 当然我们他们做的是经过后制的 我们这个是没有后制直接怎么样 直接及时的 及时度好播出 当然你要串流就直接就出去 可是通常我就建议还是要剪一下会比较好 这样有没有了解了 好那如果你要跟他玩的话也可以阿 在这里 熊站我把它拉到最上面 这里拉高一点 这样他上来上面 好那我就可以跟他 对不对 我要抢球各位要注意一下 这等同照镜子好吗 左右颠倒 现在看起来你这样 可是我要用这只手 不对这只手 我才可以碰到他 我的我看到的跟你看到的是颠倒的 这样了解 左右颠倒 照镜子也是这样吗 对不对 我的左边就是你现在看到我 手伸出来的左边 所以要自己要习惯一下 这样我就可以跟他一起玩 这样了解 OK 那另外刚刚你有看到 有没有发现烟不见了 知道为什么吗 只要是影片进来 他预设并没有循环 所以我要勾循环之后 烟才会待会才会继续再出现 不然他影片播放一次就结束了 这样有没有了解的 你看烟又来了吧 这次我都不用夺 都OK 所以我想经过这样子示范一下 各位应该就很清楚 这套软体我们要玩什么 那你如果这样录好了 就按停止 就按停止 那你可以从这个地方 从这里看到有个显示录影 他预设呢 录下来之后 好像打不开 有没有 因为他预设的格式叫做这个 FLV 这个是什么格式 FLASH VIDEO 但是很多电脑 现在是没有办法直接播 那没有关系 因为他本身就有提供 转档的功能 重新封装 他可以帮你直接变成MP4 他预设录下来 就在我的文件夹里面的这个影片 你找到他 也没有 这样就可以变成MP4了 我就按开始封装 不用等很久 为什么 因为那一下就好了 所以现在呢 那我再重新打开 有没有两个 打开你就看到了 这样我可以站起来了吧 哈哈哈哈 OK吗 了解那个概念了 所以他录的就是你刚那个画面的内容 那其实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那个我的部落格看一下 老师这边其实有写不少文章是在介绍OBS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开讲的 我就有介绍很多 你要怎么去使用它 要注意的地方 OK 那我就先把画面还给各位 先让你自己玩看看 好不好 来 想不开要录影的 你就按开始录制 那如果你想得非常开 现在要开始串流 待会我再跟你讲 谢谢大家